完美電波 能夠讓大家把最完美年齡的狀態鎖住 好 左手邊 下方 應該不需要他擺一些假裝許願的Pose吧 對喔 好 謝謝 這樣可以嗎 好 右手邊 好 最右邊的大部分是動態的是不是 需要他揮個手指之類的嗎 耶 我們配個生日快樂歌來跳一個非常完美的舞蹈 謝謝 這樣看起來哪有45歲 對不對 站在 Billy 艾莉跟艾勒斯旁邊 就是他們的同學 製作學姐 你要去哪裡 OK 自己退場了 你看 體力非常好 好 膝蓋很好 對 所以有更多的讓大家看到健康跟美麗 謝謝小艾斯 謝謝 好 艾莉的邊請 是妳可以再繼續一點今天現場 好 妳是獻出第一次代言嗎 那代表完美電波又非常符合妳的地方 對 因為其實女人都愛美 可是我之前聽很多人講她們打各式各樣的電波 就是痛到不行 然後還有中途落跑的 然後或者是打完之後臉腫一個月 然後消了之後就覺得好像跟沒打一樣 我就想說 那我何苦要花這麼多錢 然後去受這個苦 然後這次的完美電波 我是真的是做過很多調查 然後也請我的工作人員去試作了 他說老闆 因為他知道我很俗啦 他說真的就是只有微熱感 你一定承受得了 然後效果是我的那個化妝師都說 你的臉感覺好像就是進了健身房一樣 就是肌肉變得很緊實 我就覺得 喔 那這真的是我非常可以接受的 那妳剛好說到老公們有特別發現 那女兒們有發現嗎 因為我女兒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二女兒就是 她最近那個最常跟我在家 然後每次我就 我們倆會對坐的吃飯 然後因為我 不是就是有那個 很愛照鏡子的那個強迫症嗎 然後我每次一照我就會說 媽媽是不是有那個疲累感什麼的 然後她都會說 媽 You're so beautiful OK Really You're so young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OK 就是被她鼓勵之下 然後加上其實有的時候 自己看自己會挑自己毛病 可是我覺得被她講完之後 我再去照鏡子 就會覺得說 其實真的還蠻漂亮的 而且我覺得自己 是我在幻想嗎 還是沒有這麼覺得嗎 我怎麼覺得我 好像越來越漂亮 超美 有喔 像20歲 那除了電波以外 我現在只有想要體驗其他的保養 其他保養我還是比較崇尚是 譬如說 嗯 嗯 那個叫什麼 是 膠原蛋白 譬如說喝的膠原蛋白啊 那些之類的 因為 其他的醫美 我很怕是注射類的 因為注射類 如果那個醫生本身的 美感不夠的話 常常會注射成就是 就是變成是整形軌 因為整形軌 你們也都看過蠻多的嘛 所以我就是很怕 所以 我目前可以接受的就是完美電波 然後其他就是靠一些就是 喝的啊吃的這些擦的 那S姐明天生日有什麼 慶祝的進化嗎 我真的 覺得生日實在太不重要了 而且我早在去年我就說 我接下來的生日 我都要跟我媽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 我現在已經年紀大了 我可以體會到 她把我生下來的時候 她還有多麼的辛苦 還把我養大 可是因為 我姐 她最近就是 她最近就是 她最近就是傳 傳給你給我說 聽 你要怎麼過生日 我說我沒有特別安排耶 我說你要過 她說 當然啊 她說 我就說那不然就去你家 她說 又來我家 當然是要穿漂亮去吃好吃的餐廳啊 我說可是現在餐廳真的很難訂耶 我們現在如果是我要帶我女兒 然後什麼我老公什麼 根本就不可能訂到啊 然後她就說 我說如果來我家的話 那算了 我想說 明明這是我生日 你在跟我發什麼脾氣啊 然後所以最後就是 我就趕快跟我老公說 寶貝 我 我二姐就是很緊急的說 她非常需要跟我 就是相聚 然後幫我慶生 因為她跟我講說 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這個年紀 就是看一年少一年 她說我們要好好珍惜 然後 所以 我們就最後有訂到餐廳 所以就是有邀請家人啊 女兒啊 媽媽啊 什麼的 然後她有號稱說她會穿 超級大禮服 呵呵 我很期待 到底是有多大 那 姐姐想問一下說 女兒韓國舞蹈比賽 得冠軍 你知道當下的什麼 嗯 因為那時候 我人不在台北 然後我是聽老師說的 然後因為其實 他們去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沒有自信 因為他們覺得就是 已經能夠到那邊去比賽 已經他們覺得很不可思議了 然後又是有不同的地方來的人 然後他們都覺得好厲害 然後他們看到有韓國的啊 有美國的啊 有歐洲的 他們都看傻的耶 所以他們去跳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心情 可是最後老實說 他們拿了冠軍 我當然是 不管別人怎麼說 我身為媽媽的 我當然就是 驕傲到不行 然後立刻 那天因為我好像 剛好是在別的城市度假 就立刻就是 買醉 哈哈哈哈 對 太開心了 對 那老公看到就是 你有鼓勵老公 也可以來做一下 這個完美電腦 嗯 其實我老公 某部分還蠻愛美的耶 就比如說他如果出去 要跟朋友吃飯的時候 他都會稍微那個 畫一下眉毛的尾端 然後 或者是他覺得 他那個皺眉紋 有一點太誇張的時候 他就會 說 Bibi你覺得我皺眉紋 需不需要打一下 東西 我怕我這樣講 他會 愛面子耶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會推薦給我老公 因為他應該也還蠻在乎 緊實這件事 愛子姐自己有關心就是 最近那個 起針的那個 消息 喔 這件事情我是真的沒有在Follow 所以我真的是也不知道要多說什麼 嗯 剛剛有提到會推薦老公 那小朋友 女兒的部分也有想要 也有想要打這個電波 他們會對這email有興趣嗎 以前他們還年紀非常小的時候 就會說 媽媽我為什麼鼻子不夠挺 然後他們就是會拿那個 假鼻子器啊 然後我就說你覺得這會有效嗎 有效的話世界上就是沒有扁鼻子的人 然後不是去大S家之後 然後他們就說姨媽你覺得假鼻器有效嗎 然後姨媽不是就立刻從房間拿出二三十個假鼻器說 我告訴你這個是夾哪裡夾哪裡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就是那個 我姐有給他們很多關於美容的一些小知識 但是我覺得他們這個年紀 我覺得還不需要接觸醫美吧太快了 徐老三會想要要求嗎 徐老三對自己的要求真的非常的嚴謹 就是他會覺得他要吃得很健康 就是蔬菜肉就是他不要精緻澱粉 然後運動要夠 然後就是每天要做轉眼睛三四 就是他自己有一套他自己變美的方法 可是醫美我覺得他還沒有想到這件事 那這件事 姨姨姨姨姨姨有些都常有的訪問 說到她之後就是會比較回歸家庭 那你同樣身為媽媽有什麼支持她嗎 我覺得如果志玲要回歸家庭的話 我當然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她 而且是越快回歸家庭越好 因為她現在的小朋友還很小 這是最需要媽媽的時期 所以我覺得志玲你趕快回歸家庭 所以大概二十年後你也不會支持她再付出 二十年後她都已經七十歲了吧 我覺得就好好就是跟老公兩個人 就是享受就是退休的 就是享受他們兩個的兩人世界啊 孩子也大了 所以我真的是百分之百支持志玲的想法 我覺得她真的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女人 欸 姨姨姨想問一下說就是你自己身為家長 但今夜有爆出說幼兒園的小朋友 被餵食這種安眠藥的事 對你自己有什麼看法 我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驚跟生氣 然後我覺得因為你真的有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學校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家長們要教育自己的小孩 在學校裡面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有哪裡覺得不舒服 或者是同學對你說了什麼話 做了什麼事之類的 一定要跟父母講 所以我現在我女兒就是非常愛跟我分享 學校裡面的點點滴滴 我就覺得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實在是太可怕太可惡了 謝謝 我們今天很愛 今天